你结婚问你 男朋友要一百万彩礼 留给你弟结婚用 直接点 让我男朋友给弟妹一百万 顺便把弟妹给娶了吧 你工资有八千 怎么每月只给家记六千 你弟生活费花六千哪够呀 他还有妈妈 这是他妈妈管的事 他妈死了我才管这事 长姐如母 你是姐姐 以后弟弟还得靠着你帮衬呀 那我明天就辞职 既然我是他妈 就让他给我养老 养个女儿就是没啥用 终究还是别人家的 咱们家是有什么皇位要继承吗 那两张塑料凳 也没啥需要继承的 女子无才便适得 以前把你的学费给弟弟读书 你要理解 所以女的还是要多读书 不然说话就是像你这样的 你不能否认 养儿防老这句话 不是空学来风的 想要从根源上面防老 建议现在直接原地去世 永远不会了 你别看你弟现在不怎样 以后他指定比你强 男孩就是这样的 咋地 你这么了解 你以前也是男的吗 要不跟你说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